现在是意大利时间2月26日11点39分 截止到现在,意大利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已达357人 看着数字的不断上涨,我也越发的担心了起来 不禁开始倒数起了自己的口罩 我一共有三个口罩,这是罗马确诊两例后我买的 当时我在大教堂附近的药房买了这三个口罩 它以一个十欧的价格买给了我 口罩的类型是FFP3,相当于N95的防护 因为数量不多,我只能把它多次使用,也尽量不出门 因为线下已经买不到口罩了,所以我打算试一试线上 现在我们来搜一下口罩,在大马确诊意大利 看这个,这个99欧 看看卖的第一毫是这个,20欧一个 N95的口罩,太贵了 还有这个25欧五个,这个,但是是FFP1的 这个是正常的医用口罩,医用口罩是67块8毛2,50个 那核算下来的话,一个也得10块人民币左右 杨兰逊的口罩都太贵了 我还是去看看华人这边有没有什么途径买到口罩 朋友帮我找到了一个这边的代购 他义务帮忙买了他们在匈牙利和西班牙找到的口罩 一个差不多N95的特别的口罩 3欧这样,我即刻下单了一口20个 这也算了了我的一键心心头大事 看视频,上澎湃